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北东区有一家装潢走时尚风的江浙餐厅 菜色讲求少糖少油 像这道招牌的砂锅狮子头 特别加入了馒头碎取代了肥肉 肉丸子吸收了满满的汤汁 吃起来松软鲜甜而且不会油腻 另外这道非常费工的苏州名菜 叫做松鼠黄鱼 鱼肉生气一公分 下锅去酥炸 炸到了呈现金黄色 而且鱼肉自然翻起 搭配的是番茄糖醋酱 外酥内嫩三甜入味 老板说少糖少油 改良过后的江浙菜保留了经典 但是增添了健康 狮子头要来吗 好啊 狮子头好吃啊 拳头般大小的红烧狮子头 咸香滑嫩入口即化 因为减糖减盐味道清爽不利 江浙菜真的是十道菜里面 八道都是甜的 那现在我把它改良 我在我的餐厅里面 尽量如果以不放糖 都不会影响它的风味 传统红烧狮子头 重油也重调味 要吃来不腻口 老板黄丽萍大胆地 在绞肉里加入馒头碎 减少油腻感 当然因为现在的人呢 不像以前可能吃得那么好 所以现在的人不需要那么油腻 所以后来我们想就加入了 百分之二十五的馒头 来取代百分之二十五的肥肉 用馒头碎增添狮子头蓬松口感 更减少了肥肉的使用量 虽说配方改变了 但制作仍强调纯手工 我们需要人工去用手的温度 去打它 通常以我们的一次做个 十几斤的这个量 师傅可能都要打到二十来分 半个小时 然后打完以后 还要把里面的空气摔出来 师傅快手边转边拍打 全神贯注 把绞肉里的空气摔打出来 靠着手劲拍打出残牙口感 一整锅的肉浆再搓圆变成肉球 下锅油炸塑形 细火慢炖 靠手劲拍打出的砂锅狮子头 加入白菜和冬粉 拌入馒头碎的巨大肉丸子 吸收了蔬菜糖精华 肉嫩滑口不会过于咸腻 它是有用馒头 然后加在那个馅里面 对 然后让整个狮子头 它是比较可以吸满糖汁 跟比较饱满 它的上锅丝头吃起来其实很到位 因为它的白菜滷得很软嫩 而且入口即化 黄丽萍站在锅炉前颠锅炒菜 虽然是按照父母亲的做法 但如何料理不同世代的美味 还是需要花点心思 我们这种中餐厅都是三代同堂会来吃的 所以我要兼顾到老中青三代 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凤梨虾球 凤梨虾 豆干肉丝凤梨虾球 你好厉害 黄丽萍的料理满足客人味蕾 是因为从小就在父亲开的江浙餐厅学艺 手艺好 就连艺人老饕台志源都曾在美食书籍推荐 后来他自立门户开了二代店 虽然餐厅装潢和老餐馆大相径庭 但骨子里仍有上一代的灵魂 来我们店里我都有一个饭价 就那种以前我们四五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装饭都是用那种 容器就是用那种木桶 然后那种像木桶来装这个 我们的饭 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这股怀旧的味道 就是许多人难以忘怀的香味 咸香入味的冰糖梅干扣肉 肥肉滑嫩瘦肉入味 味道清爽不甜腻 搭配白饭令人忍不住开始爬饭 是店里最抢手的白饭小偷 肥瘦就是很好嘛 就是说肥的瘦的就差到好处 哇 它非常的Q软 然后非常下饭 非常咸香 对对对 那个一碗饭都会把它爬完吃完 最考验刀工的苏州菜松鼠黄鱼 以利刃连皮带肉 深切一公分厚度的鱼肉刀花 才能下锅酥炸 一下锅发出滋滋滋滋的声响 窜出迷人肉香 我们选一斤左右的黄鱼呢 当它炸熟的时候呢 外面大概只有入肉大概三分 有一点酥酥 还不至于到老 所以这样的口感呢 我们叫三分酥七分嫩 这是最适合入喉的口感 淋上番茄糖醋酱 味道酸甜扑鼻的松鼠黄鱼 鱼肉炸到开花 皮酥肉嫩不至于过老 口味酸酸甜甜的 提升鱼肉的鲜味 那吃起来那个口感是外酥内软 对 整个味道是非常让人家觉得 哇 很舒畅 看见客人吃得有滋有味 黄丽萍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店里的菜色全都减盐减糖 所以刚创业时 心里难免担忧客人的接受度 其实我运气蛮好的 我从开店大概第一月还有烦恼过 然后从第二月开始就没有烦恼过 大概应该是还不错了 二十年都很好 如今开店二十年 用餐时间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证明菜色口味早已获得客人肯定 后厂锅炉火力全开 热情沸腾的极品牛三件 使用红萝卜熬汤 加上些许辣油 牛肉飘香四溢 是许多饕客爱不适口的心头肉 牛肉是先用蒸过的 蒸到全熟以后 保持它的锁水跟鲜嫩度 再来下去包这个牛三件的 包这个锅的话 哇 那个牛肉味完全锁住 而且它的鲜嫩的软弹度 好像果冻一样 其实一般有时候吃到牛腱 吃起来有的时候会很老 可是它吃起来是软的 咬下去就可以咬断 那它的汤汁就是如果说剩的时候 带回家那个拌饭都觉得好吃 就是有牛肉嘛 牛筋 牛肚 对 然后因为它都用很多 萝卜啊蔬菜去熬煮那个汤汁 所以其实非常的入味 超下饭的料理还有丛林鸡 白嫩嫩的鸡肉透着油亮光泽 淋上红通通酸辣酱汁 以入口冰冰凉凉的微咸鸡洞 在舌尖融化 肉嫩咸香十分美味 吃起来的鸡就吃到是现宅的鸡 然后非常的Q软 然后辣味也够 对对对 是道地的土鸡做的 从后场到前台 黄丽萍把服务做到尽善尽美 就连挑选食材也绝不假手他人 我是一退五就买菜 从二十三岁我就买菜 买到现在 我早上准备工作要比较多 因为我大概单点的菜色 就有八十几种 各种口味都要丰富它 让每一个人来都可以点到 他想要吃的菜 黄丽萍凡事亲力亲为 秉着料理初衷 做出樸实无华却美味的家常菜 味道里有他对好品质的坚持 还有不同世代舍尖上的美好回忆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北市中山区的项目里头 有一家经营了三十五年的 老字号粤菜海鲜餐厅 每一道菜色都经典 像这道龙虾炒和粉 老板用现捞的澳洲水姑娘龙虾 用干炒的方式让河粉吸附了 满满的龙虾汤汁还有酱汁 龙虾吃起来口感Q弹扎实 河粉更是入味 搭配起来相得益彰 另外这道招牌的生抽虾 虾酥肉嫩 整尾虾连壳都可以吃下肚 滋味非常鲜美 鱼虾鲜艳的龙虾炒和粉 才一上桌就吸引众人目光 让在座的客人拿起手机 拍到停不下来 我们一定要手机先吃 记录下来每一道菜对 开动前要先喂饱相机 因为还有红咖喱黄金蟹 招牌生抽虾和烙味煲仔饭 瞧 这稀饱酱汁的米饭 每一颗都粒粒分明 搭配咸香微甜的腊肠和肝肠 每一口都耐人寻味 其实就很传统 就是感觉就是来到香港 因为我还蛮爱吃包仔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OK 那它其实还有点带点 比较硬的范围就是 有点锅巴的感觉 对 食材都很新鲜 然后肉质都很甜美 对 而且它就是调味都不会太多 对 所以它出菜方式都很霸气这样子 对 我很喜欢 因为它的螃蟹很弹 所以它的那个饺吃起来 真的都很好吃 新鲜弹牙的口感客人一吃就知道 因为这里的海鲜都显牢陷点 像是水族箱里活跳跳的龙虾 新鲜的大螃蟹和龙胆石斑 不只新鲜看得见还都是上等货 我们这个是加拿大的黄金蟹 加拿大的黄金蟹这个重足重 大概是800公克 那一般我们在挑螃蟹的时候 通常我会看它的活动力 如果说它的活动力很旺盛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它是很新鲜的 螃蟹是很新鲜的 手掌心里的黄金蟹 才轻轻一碰就张牙舞爪 展现出强烈的生命力 果然有够新鲜 处理它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把壳剥开 剥开以后我们里面的蟹心 我们会把它给拿出来 因为那块也比较寒 我们就用小刷子 我们就简单地去做一个清洗刷的动作 雪白细致的黄金蟹肉质清甜 宇俊贤说搭配比较重口味的南洋咖喱 风味刚刚好 那我们是做港式的海鲜 港式海鲜口味就是比较偏向以前 以前潮州人的 因为我奶奶是潮州人 潮汕那边的味道 那就把它带到香港 做一些潮州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那结合我爸爸的改良 然后在这边到台湾 我们再呈现给其他客人 延续父亲的手艺 吕俊贤将这道红咖喱黄金蟹 做得很浓郁又够人食欲 与肉质扎实肥美的黄金蟹 搭称的相得益彰 再搭配银丝卷一起享用 香甜软绵吃甲硫香 咖喱的那个螃蟹超大一只 而且它那个咖喱的酱超级配饭 酱汁有一点点辣 然后配上那个银丝卷真的很好吃 红咖喱黄金蟹胜得客人心 还有另一道招牌龙虾炒盒粉 龙虾也要进一条细选 这个是澳洲的水姑娘 是我们澳洲的龙虾 那一般我们这个龙虾的话 这个大概是在一公斤左右的大小 它的爪子有时候 我们去轻碰一下 它就会非常的敏感 代表说它的活动力是 活动性是非常的强